今天头哥给他带来的是南非恐怖电影 该呀 故事开始 这天小美和同事划着船深入雨林 一路上小美都在遥控着无人机进行探索 但很快 无人机在遭遇一个怪人后就失去了信号 现状小美提议去找回无人机 一番商议后 两人决定兵分两路 由小美去找无人机 同事去检查其他的摄像头 而与此同时 有两个怪人在悄悄地破坏着剩下的摄像头 随后小美到达了无人机信号消失的地点 却只在这里找到了一些碎片 而两个怪人则继续在丛林里布下了重重机关 很快 小美就迷了路 并且还和同事失去了联系 而正当她四处找路之时 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个蘑菇怪在窥视自己 这让小美有点不安 于是连忙跑走 谁知不慎踩进了怪人布置的陷阱 瞬间一根木桩换穿了她的脚掌 虽然很痛 但也没办法 她只能惨叫着自行拔下了木桩 而这声惨叫大到连远处的同事都听到了 于是她赶紧跑到小船边去拿对讲机 没想到却一不小心把对讲机踩到了水里 直接不好使了 因此她只能一路呼唤着小美的名字来寻找她 到了晚上 艰难跋涉的小美终于发现了一栋小屋 在看到里面没人后 她便进去躺下准备养养伤 与此同时 同事人在丛林里乱窜 相必也是迷路了 在摸索中 她不仅总是听到怪声 而且不久后还遇到了一个倒着爬的人 把她吓得拔腿就跑 而另一边 依然睡着的小美做了个噩梦 在梦里自己竟然咳出了一朵蘑菇 于是她瞬间就被吓醒了 而下一秒 小吴的主人就回来了 原来正是白天的那两个怪人 他俩是父子关系 父亲叫强叔 儿子叫小帅 因为平时不用与人交流 所以小帅不怎么会说话 而强叔一开始对小美很是戒备 但在得知小美只是临夜战的工作人员后 态度便友好了许多 还收留小美一起吃饭 而在饭前 父子俩向创造与毁灭之母进行了祷告 这里指的就是片名该亚 她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 被誉为众神之母 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创世神 也是能创造生命的原始自然力之一 祷告过后 父子俩便开始了大块朵移 但小美望着盘子里的蘑菇瓣大虫 感到十分难以下咽 与此同时 在丛林里 同事正面遭遇了蘑菇怪 于是她转头就跑 而蘑菇怪嘶吼着穷追不舍 因此在万般无奈之下 同事只好躲在了一棵大树后 没想到这时 几根触手悄悄地接近了她 第二天早上 在小美还未醒来的时候 强叔用泥巴给她涂抹了伤口 然后让小帅进行了包扎 而在此过程中 村心萌动的小帅忍不住轻抚了小美的腿 估计是这么多年住在丛林里 从来没见过异性 而此时在小美的梦中 她感觉自己的身上又长出了蘑菇 接着在小美醒后 她再次尝试联系了同事 但只传来了几声断断续续的低语 不禁令小美十分的担心 没过多久 当父子俩正在丛林里打猎时 他们突然闻到了一股烟味 于是急忙顺着味道往家里赶 与此同时 小美无意间 在小屋的地板下发现了一张女人的照片 但她还没来得及细看 强叔就冲进来一把浇灭了火堆 然后告诉小美不能在白天生火 对此小美解释道 她想通过烟雾让同事找到自己 文言强叔表示 明天会带她出去找同事 当天晚上 小美问到了小帅妈妈的事 对此强叔解释道 她因为骨癌去世13年了 随后又补充道 自己以前是个植物学家 而妻子患病后 提出想回到他们度蜜月的地方 也就是这里 后来自己在这里遇到了心中的神 估计指的就是该亚 而此时小美发现 自己涂了泥土的伤口已经恢复 这里想表现的应该就是大地的创造能力 接着小帅送了小美一条自制项链 以示友好 于是小美随即便戴在了脖子上 夜里突然有触手伸向了小美 这时强叔一把捂住了小美的嘴 让她别出声 并告诉小美如果他们进来 就靠墙站着 他们是瞎的 原来蘑菇怪不靠视觉 却靠听觉 同时小帅也拿起了弓箭准备应战 见状小美学着父子俩的样子 在身上涂了泥巴 估计是一种与大地融为一体的隐蔽机制 但很快又有一条触手伸向了小美 不禁吓得她大叫了一声 虽然强叔即使砍断了触手 但喊声还是引来了外面的蘑菇怪 眼看着蘑菇怪一步步逼近 小美即将领盒犯 这时小帅迅速出手 狠狠地捅了蘑菇怪几刀 才把她赶跑 最后小帅赶紧脱下了小美的衣服 给她清除了身上沾到的蘑菇怪的血 看来蘑菇怪的血有问题 对此强叔解释道 地球上最大的有机体就是大地 也就是最古老的神该亚 他想通过传播真菌 将人体作为宿主 然后由内向外生长 就像一个培养皿 不久后小美睡着了 梦到有人在背后心抚自己的脸庞 而等她惊醒后 已经是第二天了 小帅就坐在她的旁边 还对她说了一个词 漂亮 于是为了表示友好 小美拿出了手机 和小帅自拍了几张 但片刻后就被强叔给发现了 见状她愤怒地砸掉了手机 并带着小帅离开了 这让小美是一头雾水 接着小美在强叔的枕头下 翻到了一本日记 从中可以看出 强叔对社会现状很不满 认为人类破坏环境依赖工业 就像把自己囚禁在牢笼里 与此同时 强叔来到了一个树洞前 放下了一点肉又倒了一点血 然后便虔诚地跪拜着 片刻后 树洞里长出了几株蘑菇 见状强叔便赶紧采摘了两株 先是自己吃了一株 然后又喂了小帅一株 而等父子俩回家时 他们发现小美的胳膊上 已经出现了蘑菇的印记 见状小帅十分的着急 只见她东翻西翻的 什么都没找到 因此只好舔了一下小美的胳膊 然后又紧紧地抱住了她 以示担忧 但强叔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提醒小美该出发去找同事了 在路上 小美问强叔 为什么住在这里却没有事 为什么没被真菌感染 对此强叔表示 我们当然被感染了 文言小美十分不解 她不知道 其实树洞给的蘑菇就是解药 这时小美忽然在地上 发现了同事的手电筒 于是赶紧追随踪迹而去 见状强叔连忙提醒她 那边是蘑菇怪的领地 但小美充耳不闻 无奈之下 强叔只得跟了上去 没过多久 小美就发现了树下的同事 只见她的身上密密麻麻的 长满了蘑菇 但竟然还活着 而同事这时 也要求小美杀了她 结束痛苦 但小美却拒绝了 坚持要送她去医院 不过强叔却说 在这样发展下去 同事会变成蘑菇怪 文言小美只好松了口 于是强叔便帮着同事 吞剑自杀了 到了晚上 小美发现自己的身上 长出了不少的蘑菇 可见她这时感染的 已经比较严重了 于是她赶忙向强叔 祈求解药 文言强叔便再次去了树洞处 在强叔走后 小美与小帅聊起了天 由于小帅说不好话 讲不好爱这个字 因此小美便手把手教学 教她怎么读爱 而这时小帅也向她透露 自己的妈妈搬到了丛林里去了 还说会带小美去看 随后两人面对面躺着 小美向小帅描绘了外面的生活 但小帅却表示 强叔说了 外面的人都会死 这里的意思是说 大帝想要反噬 蘑菇怪会占领世界 与此同时 在树洞这边 强叔又摆出了祭品 想要求得解药 然而树洞却发出了一阵嘀吼 像是对强叔说了什么 吓得强叔大叫的说不 第二天一早 强叔又为了小帅解药 但小帅却含着梅烟 然后一溜烟的冲回家 将她喂给了小美 随后强叔走了进来 问小美有没有准备好走了 随之小美却表示 自己要留下来 接着小帅带小美去看了自己的母亲 他早已和大树融为了一体 但手上还带着婚解 这时小美又仿佛 感到有人在背后轻抚着自己 晚上在小美强力的要求下 强叔向小美展示了 他所信仰的世界 只见强叔向小美 吹去了一种神秘的粉末 随后小美便进入了幻觉 就像是倒在了大地上一样 而在幻觉里 小美先是抚摸了大树和泥土 然后和小帅进行了不可描述 接着又来到了那个树洞前 他发现强叔 正在和华晨树的妻子不可描述 同时小帅的嘴里插了一支箭 说实话这里 涛哥完全没看懂想表达什么 不久后小美从幻觉中醒了过来 而这时小帅回头的动作 近于幻觉里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嘴里没见 但下一个瞬间 小美再次惊醒 原来已经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而小美记起 自己在幻觉中看到 树洞对强叔说 下一个祭瓶想要小帅 随后小美在和小帅打闹时 悄悄的告诉小帅 两人应该离开这里 于是月里两人趁强叔出门 偷偷的溜走了 然而第二天 两人十分不巧的迎面撞上了强叔 强叔瞬间看穿了小美 想要带走小帅的意图 一开始小美逼退了强叔 小帅也坚定的准备离开 然而强叔突然来了一句 他是不会让你离开的 立即使得小帅停住了脚步 涛哥猜测 这个他指的就是该呀 随即强叔又补通道 现在抛弃我 你的母亲就白死了 他就是为了死在这里才来的 此外强叔还说 很快所有的人都会进入那个世界 闻眼小帅立刻掉头走了回去 见状小美只好独自离开 不过其实他并没有走远 而是在一旁悄悄的盯着父子俩 此时强叔带着小帅赶往树洞 但小帅不禁感到有些奇怪 毕竟说是去献祭 但两人什么祭品都没带 不过强叔还是三言两语 就打消了他的疑虑 过了一会儿 两人来到了树洞前 强叔让小帅跪下 并告诉他他选择了你 然后就抄起刀子 在小帅的背上划了一道 这时小帅才知道 原来父亲要杀自己 于是两人直接在地上打斗了起来 而树洞也伸出了根须 绞住了小帅 随后正当强叔举起刀子 准备结果了小帅之时 小美赶到了 但不幸的是 他也被根须绞住了 因此强叔随即丢下了小帅 和小美打了起来 见状小帅拼命挣脱了束缚 从背后阻止了父亲 然而此时又有一只蘑菇怪 纹身而来缠住了小帅 于是强叔趁机再度准备杀了小美 没想到下一刻 小帅却从背后捅了他一刀 见状强叔转过头对小帅说道 那只是个测试 自己绝对不会杀了儿子 或许是说 树洞在测试强叔的忠诚度 文言小帅实在不忍继续下手 于是小美便拉着他跑开了 到家后 小美一边哭泣一边冲洗 显然还沉浸在刚才的惊恐中 见状小帅上前紧紧的抱住了他 夜里睡着后 小美再次陷入了噩梦 他感觉有一只手在轻轻的抚摸他的腿 但低头一看却是一只根须 第二天 在树洞前 强叔的身上长出了蘑菇 看来树洞是不会再给他解药了 而不久后 小美的症状也越来越严重 但小帅却什么事都没有 因此他向小帅提出 让他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别管自己了 就这样几天后 小美的全身已经长满了蘑菇 苦不堪言的他 祈求小帅杀了自己 于是小帅只好满足了他的愿望 然后用小美教的方式 对他说出了爱 画面一转 小帅已经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这天他在快餐店里吃了汉堡可乐 显然融入的还不错 但当他离开后 我们可以看到 在汉堡上长出了真菌 或许小帅就是该亚选定的超级传播者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 头哥感觉有点故动玄虚 如果说是环保主题 可能也有些交往过正了 而且节奏非常的慢 内容比较乏味 特别是不适合密恐人群看 如果喜欢小鲜肉的话 可以看一看 毕竟相比于其他恐怖片 男主小帅的颜值和身材 还是不错的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